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咱们三十一课的第三段 刚才第二段是说了一个雕塑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那么第三段作者进一步指出 那么作为一个内行来欣赏雕塑品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就欣赏欣赏者应该具备什么能力 咱们接着看第三段 先看第一句 看第三段第一句话 看屏幕 And the sensitive observer of sculpture must also learn to feel shape simply as shape not as description or reminiscence 咱们刚刚见过这句话 并且与上文紧密相连了 接着说 不光是雕塑家雕塑者 欣赏者也是 一个sensitive就敏感的 对雕塑艺术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观察者 就观看雕塑的人 必须也学会去干嘛 去把这样来感受一个形状 什么形状呢 后面画横线的 带下号线的是方式壮语 simply as shape 当作形状来感受形状 而不要把它当作回忆 或者是当作描述或者回忆 就是纯粹旧形状来看形状 不要把它当作描述 怎么一个好玩 什么它有什么含义 这个都不应该这么做 带下号线的是方式壮语 他后面举了个例子 比较精彩 咱们看这句话 他说 he must for example perceive an egg as a simple single solid shape quite apart from its significance as food or from the literary idea that you will become a bird 他就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对吧 必须 for example 插入语了 怎么样呢 把这个鸡蛋 一个鸡蛋就认为是简单的一个 单独的一个三维立体的这么一个形状 把鸡蛋就看成一个三维形状就行了 perceive a as b 就把a看作是b 固定搭配 咱们一个会说 而要完全脱离开 quite是完全彻底的 是一个副词 相当于entirely完全 apart from是多一词 这里不是除了 而表示脱离开 咱们一个会讲 完全脱离开 它作为实物 这个意义 is significant 它的意义 这个simple是多一词 表示意义和状况性 这才能意义好一些 as food是后制定语 来修饰significance 作为食物的这个意义 or from 这from是跟chamber from并列 都是跟apart搭配的 或者完全脱离开 它文学上的这个意义 idea 什么呢 就是that they will become a bird 这是做chamber idea的同位充具 什么文学上的意义呢 就是它这个鸡蛋 未来会变成一个鸟 不用想这个 不用想鸡蛋能吃 未来变成鸟 都不要想 把鸡蛋看作是一个 就是一个球形的形状 去观察就行了 这个里面有些小细节 首先第一个 就特别重要的 perceive a s b 把a当作是什么什么 我认为前者就是后者 这个是固定搭配 咱们把它看清就行了 你比如说 she did not perceive herself as disabled 他不认为自己是残疾人 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残废 这个s后面跟形容词搭配是正确的 李老师以前说过 s表示当作是 作为是 后面中跟形容词 一般可以看作省得的b 这b 加上也是正确的 但去掉也行 所以这个搭配并没有错 s依然是借词 或者是 computers were often perceived as a threat 计算机经常被当作是 被认为是一种威胁 再比如说 even as a young woman she had been perceived as a future chief executive 甚至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 女孩子 她也被认为是 未来的首席执行长官 这个be conceived as用被动了 这被认为是也行 这是本文中是认为是 那我们就把鸡蛋当作是一个 简单的 单个的一个立体的形状就行了 而完全脱离开 quite apart from quite是完全 注意这个apart from意思特别多 最常见的是这么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除了什么之外 就不包括他 像是except for 除了什么之外 你比如说 i finished apart from the last question 除了最后一个问题之外 我其他的问题都完成了 都回答完了 除了最后一个 第二个像是besize 除了这个还有那个的 比如俩都有 这个像是besize也行 也用apart from 比如说 apart from their house in London they also have a villa in Spain 除了在伦敦有一个house房子之外 他们在西班牙还有一个豪华宫 这个豪华别墅 度假别墅 villa 一般叫豪华的别墅 两个都有 除了什么之外 还有 这两个意思在三册讲过 那本文中这俩意思都不对 但你都不同顺 那本文中是第三个 稍微少见一点的意思 apart from 还可以表示 separate from 脱离开 隔离开 脱离开某个东西 我们再看例子 there can be no knowledge apart from practice 脱离开实践 就不可能有知识 知识来自于实践 apart from 是脱离开 再比如说 you can hardly consider the one apart from the other 脱离开另外一个 你就几乎不可能考虑这个 脱离开另外一个 apart from脱离开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是完全脱离开 它作为食物 这个意义 或脱离开 它能变成鸟 这种文学上的 这样一个念头 后面他说 不光是鸡蛋 对其他的固体也一样 看下句话 他进步推广了 他说 and so with solids such as a shell a nut a plum a pear a tadpole a mushroom a mountain peak a kidney a carrot a tree trunk a bird a bud a lark a ladybird a bow rush a bone 他说 对于这些 这个立体的东西 这个solid本来是一个形容词叫立体的 在这是立体的物质 立体东西当名词来用 是可出名词 比如说一个贝壳 一个坚果 一个梨子 一个梨 一个蝌蚪 一个蘑菇 一个山峰 一个肾脏 一个胡萝卜 一个树干 一只鸟 一个花苞 花骨毒 一只云雀 一个瓢虫 一个芦苇 一根骨头 都应该是这样的 so 表示是如是 是这样的 with 是对于这些三维力的东西来说 也是这样 哪样 有上线文吗 就是第三段 第一句话 他同样把形状当作形状 而不能当作是描述或回忆 对于这些东西也完全一样 不光是对于鸡蛋来说 所以把它省掉成分 如果补全是这样的 and he must also feel shape simply as shape not as description or reminiscence 他同时也应该把形状 仅仅当作形状来感受 而不是当作描述和回忆 然后再加这个 对于这些立体东西来说 然后这些大德来说 也得把形状当形状 不能当回忆或描述 这个当描述或回忆 是一样的 好 看最后一句 from this he can go on to appreciate more complex forms of combinations of several forms from this 就从这些能力 从这些东西开始 他就能进一步去欣赏 更复杂的那些形状 后面off到句末是后制定语 就是若干个不同形状的组合 这样一个复杂形状 然后combination后面的后制定语 of several forms 又是后制定语修饰combinations 若干形状组合成的复杂形状 他可以继续来欣赏这个东西 这里边有个重点叫go on to do go on to do 是接下来做另一个事 本文中就是欣赏个普通的形状之后 接下来可以继续欣赏更复杂形状 继续做另一件事 go on to do 继续做下一件事 三册的22课咱们强调过 回顾一下三册22课讲的 还有go on with something 继续做同一件事 还有go on doing something 持续的做模式 不停的在做模式 这三个大分有区别 这个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go on to do what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are HIV positive go on to develop AIDS 有多大比例的 这个HIV叫艾斯病毒阳性的人 继续变成了艾斯病病人呢 就发展成了这个疾病呢 得了这个病呢 原来是病毒携带者 现在继续发展 变成了有病的人 go on to do 继续做下一件事 原来是病毒携带者 现在成了病人了 继续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进一步去发展 本分钟呢 欣赏完一个简单的立体形状 现在继续欣赏 更复杂的形状的这个组合 go on with 继续做同一件事 please go on with what you're doing and don't let it interrupt you 可能他们正在做事 我们从外面进来 他们一看都抬头看 我说 请继续做你们在做的事 不要让我们打断你们 是这么来说 继续做手头正在做的事 go on to win 是不停的做模式 回顾一下三册的22个 熟记台词by heart 这个时候这么一句话 in many ways this is unfortunate for the poor actors who are required to go on repeating the same lines night after night in many ways 在很多方面 这个way不是方法 是方便 多一次 在很多方面 这对于那些很不幸的演员来说 是很不幸的事 什么演员 那些被要求得不停的重复相同的台词 夜复一夜的 不停的在重复相同台词演员来说 这是很不幸的 记住go on to do 继续做下面一个事 这个做完了 继续做下一个事 go on with 继续正在做的事 go on doing something 不停的持续的在做模式 好 这是第31课 三段的逻辑非常的明晰 第一段先描述 欣赏雕塑是很困难的 然后第二段说 雕塑 雕塑家 sculptor 应该具备什么能力 然后说 由此推广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欣赏雕塑 应该用怎么样一个方式 一个态度 一个角度 来欣赏雕塑品 这是大师说的文章 不光我们从中 能学到很多的英语知识 一些好的句型搭配 再次看到英语名词化的倾向 而且对我们以后 欣赏雕塑品 也有很多的启发 这四册是一举多得 既长英语知识 又长其他各方面的知识 对怎么写文章 人生都有帮助 好 31课重点文章 希望大家仔细的复习 这个书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